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聲起義 myradio.hk 喂,BB,不好意思啊,我就快到了,你到了很久啊? 不要緊啊,等了一個半小時,時間剛剛好,聽完整集動物踩場 那你再聽一會吧,我很快出門口的啦 蛤?你還未出門口的? 很快就到的啦,對了,你交了下個月myradio月費未呀?趁現在上網交啦,記得幫我加起來喔 現在已經是月尾啦,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撐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 今天呢,其實呢,大部分的報紙頭版呢 都是關於陳志雲那宗案的 這樣,但是呢,我們就不說著 為什麼呢?因為阿泰現在就在商台 他正在做商台的區選的訪問 但是又撞正了,陳志雲就出了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就想,我就想怎樣呢? 就等阿泰做完那個節目之後呢 去,現在去現場,觀察一下陳志雲的臉色 先看看臉口啊,有沒有暈啊 各樣的東西,跟著印堂黑不黑啊 那些這樣,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金粉啊 你會叫阿泰訪問他嗎?馬上 我要示範記者證重態 我覺得他不夠膽的 不要給他太大壓力 因為他只是想節目對答 已經對他做成很大的負擔了 再叫他做多樣東西 一會兒,一會兒把戲弄了 所以我們就留回 等阿泰觀察完陳志雲之後呢 我們今晚再評論 現在不說著 那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是,早兩天呢 就是,不知道前日還是大前日 就是這個這樣的,梁振英 無端端就開了Facebook 他開了Facebook,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其實是現在才開Facebook 本身就不知道做什麼 他可能是看完職員來的 看完什麼? 看完職員,現實沒有限期 是嗎? 跟著之後就 拿了開Facebook 就以為就有Andy Halfway 跟他一起 但是是馮偉光教他開的 是嗎?這樣就無謂了 他開Facebook開得鬼馬六 不懂得管理 又開完沒多久 又立刻就關掉Facebook 然後名字又改來改去 有時是CYLearn 有時是梁振英 他開了,不夠兩小時就關掉Facebook 不夠兩小時就關掉Facebook 不夠兩小時就關掉Facebook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人去問P 因為他那個Facebook開了帳戶之後 又不能留言 又無法追蹤他 我等於做了一張長者圖送給他 我其實不夠長者 因為我不懂得做圖 用了二時報制圖器做 然後呢 然後呢 又 你可以追蹤和訊息他 所以你可以訊息 不知道是不是收太多訊息 問他什麼時候死還是什麼 兩個小時不夠就關掉Facebook 最初他開了Facebook 什麼東西都沒做過 你的頭髮都亂交不出來 我都沒說到那一刻 你出什麼東西圖 然後呢 他開了Facebook之後 什麼東西都沒有做過 關掉Facebook 然後呢 過了幾個小時 無端又再開Facebook 然後開Facebook 你現在就可以出了 開Facebook之後呢 就這樣 學貼一下自己種花 又什麼東西 買花的種子 又是多少錢 什麼 什麼 18個多 那些 就是買種子 還有花 拍一些花的照片 然後買一包種子 說12元 那些 會出長輩圖 其實都像長輩圖 那些花很有長輩圖 那些花很有長輩圖 那些都像長輩圖 那些 那些 然後就不回答 然後開了沒多久呢 然後都是沒有FN 又是沒有留言 又沒有什麼 那些 然後過了一陣子又關掉了 過兩個小時又消失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做什麼懶惰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又關掉了 不知道有什麼做得不對 還是其實出錯了Post 想關掉那個Post 結果就關掉Facebook 不知道為什麼 他不是認識電腦就是要這樣關掉Facebook 可能他以為那個是lock out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不 我看他那個 這樣搞到這麼窩可的情勢 來看 我私以他的Facebook 是他自己管理的 是啊 我覺得是他自己管理的 自己搞的 那些 因為房偉光也沒有空管了這麼多一個Page 又要寫專欄又成 是 然後 但是過了一陣子 又被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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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關掉了圖 我都關掉了圖 放在Facebook 又發現了 他就去follow梁齊欣 這是他再後來再復活多次的時候 不是 follow梁齊欣 這一刻很可憐 ad fan都ad不到 follow梁齊欣 其實他是想著靜悄悄開Facebook 他想follow梁齊欣 靜悄用自己的名字 他只是想想想想 所以就大人說 哎呀 可不可以改名 關掉了 你留到尾 可能ad不到 因為已經過了上限 可能梁齊欣不知道 然後follow梁齊欣 又被大家發現了 大家又很開心 然後梁齊欣又在玩 又出一些status 在玩 然後有人在梁齊欣留言 然後又問你爸爸什麼時候死 然後梁齊欣又like他 又很高興 又說I love this guy too funny 哈哈 他cap了出來 放上去Facebook那裡貼出來 是第二天 不過他貼那次已經 是啊 因為是琴了的事 他不知道究竟是真心想爸爸死 還是覺得他cap這個人出來 笑這個人 真假難分 但其實我覺得最有趣 在梁齊欣的Facebook 最有趣的就是看Darling 和梁齊欣的對話 是啊 是Darling可以激怒梁齊欣 我覺得 Darling就去叫他民主女神 是啊 那些這樣 還有是 Darling會笑 說他沒什麼做 Darling說他廢青 那些這樣 然後他很憤怒 很積極地告訴大家 我比我更加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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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的認識別人太少了 哈哈哈哈 他說他覺得他自己是 是最硬的 你明白嗎 他說自己可以 可以公開自己的生活 他看怎麼定義 他走過路都很硬的 那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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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什麼呢 你看Facebook這些事情 Facebook是顯露了很多事情的 顯露了很多 尤其是他自己個人管理的時候 那你是顯露了他們那個 即是他的家庭關係的混亂 管理一件事 管理得多麼 多麼 多麼 多麼大龍 出下又生下 出下又生下 那些這樣 這些人竟然在管香港 管家帳 管家帳 也管不了 而且其實 這些 其實也是 身邊的人 是沒有人才 你連 你作為一個領袖 最重要不是你自己聰明 而是你有什麼聰明的人可以幫你 你連找那個人教你 用Facebook都找不找到 怎麼搞的 他說找到 馮慧光都自稱很聰明 可能他說 講人講地也是我的 但我想說 我想分享一個經驗 就是 有一件事我真的覺得 你整件事的總結 不可以說整件事的總結 你暫時看到這裡來看 就是 你無論是找人搞也好 或者找不到人搞也好 又或者是 你很有決心自己學自己搞也好 你都看到是窩可 就是搞一個 社交媒體都搞得這麼窩可 那些這樣 那是出醜的 出醜的 還有那個是 那個也是 你那個 因為你作為一個政治領袖 其實你就算是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都玩很多東西 尤其是近年 近年 你譬如奧巴馬 或者是 就是金馬倫 就是各個元首 都會故意 有時會在Facebook 出一些Status 出一些Post 懶惹 那些 話就說懶惹 難道莫寮沒看過嗎 因為你都是呈現你這個領袖面目的其中一部份 跟你上電視打咪 跟你被人拍到你 好像澳洲總理一樣 被人拍到你坐地鐵 那都是整件事的一部份 都是你工作的一部份 坐地鐵是站還是坐 以及站在哪個位置都算好 有沒有打招呼 跟誰打招呼 你都是要去留意的 這些當然也是公關處理的一部份 但是他已經是 作為一個香港最高的領導人 真的沒有人用的 真的沒有人用的 說你六八九沒有 真的沒有人用的 說錯了 那我想分享些什麼 我想分享 其實一件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應該很久 我從來沒有說過 因為我免得幫他去 幫他去投資抹粉 幫他去抬跳 話說梁振英選特首的期間 那時候我們大家都有份參與 那時候他就搞了一個專頁 然後又說要搞CY查序 大家記得CY查序事件 很快速度說一次事件 他競選期間 在Facebook搞一些社交媒體的活動 搞CY查序的活動 開了一個專頁 叫大家留言 最多Like那幾個人 就可以去跟他做一個查序 那時候是競選期間 就可以表達一些意見 我們作為反對派 當然是玩東西 然後當然是搶Like 那時候我也有進去 黃之鋒也有進去 然後當然是玩東西 因為全程的CY查序 我都是吵咬他 有送禮串糕的黑社會 然後又吵咬他 喝咬他 各樣的事情 然後 然後 這就是當日發生的事件 那當日發生的事件 有幾部分 有幾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他開了一個Page 就是他的競選團隊 開了一個Page 搞了這個活動 然後給一些人留言 那些人留言 當時我是最多Like 因為最多Like 大家都知道 我去見他一定是玩東西 但最後我也是見到他 就是他的團隊 有聯絡我 就說黃先生 你是最多Like 那你就去跟他做茶序 那他茶序 我都撲了 然後就發生了CY查序的事件 大家找回片 都會找到 當日發生什麼事 發生完那件事之後 就是CY查序完了 我們離開 梁振英也離開 那是當時他競選辦的辦公室 然後他下樓 因為那時候只有一個車的出口 而且那條路 只有一條路出去 於是 那樓下有一群熱狗在那裡 那時候他們不是叫熱狗 他們只是一群熱狗 他們只是一群熱狗公民 然後 然後就圍著他的車 圍著他的車 那是拍打車窗 那是相當兇悍的表現 其實是走不了的 結果最後一番妖樣之後 因為當時他又不是特首 還有當時沒有那麼多警察 在Stand by這些事情 所以其實是堵住在那裡很久 然後他在車裡面 不斷地被人拍打車窗 其實他都爬底的 有很多片都拍到他很爬 就連Matthew Tom的那套紀錄片 《未究情》都有見到 都有見到 都有見到我拍咎他 那些這樣的 就是我們一班人 然後走了 我想分享這件事是什麼呢 我想分享這件事就是 就是當日是選舉期間 搞了一個社交媒體的活動 一開始就已經玩了 就是你搞了社交媒體的活動 然後整班人就已經是留言 就已經是玩了 好了 但是玩的過程是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他也是有叫我去的 那你拋離了 不是的 你現在不會這樣做 他現在關掉你的留言 是啊 你現在是會 就是你選舉期間是 當然他那時候需要爭取民望各樣東西 但是也有叫我去 有叫我去 而且你可以造假的 為什麼你不造假呢 我直接買就行了 一萬幾千個 是啊 為什麼你不找五毛拘爆 另外找幾個出來拘爆他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的 其實你可以這樣做的 那他當時沒有這樣做的 好啊 那接著呢 當然你這樣做你會假的 你也會被人拋掉 那當然也是那個民望的問題 那我看後果哪個嚴重一點 不會的 不會嚴重得過 不會嚴重得過你去到的 不會嚴重得過那天 不會嚴重得過那天 那天我去到也是其次的 他離開的時候 被人圍著他拍打 那一刻嚴重的 好啊 然後我去到 一如預期玩東西 格勾他 吵他 吵他 那些 然後下樓 離開那一刻 一定是此料不及的 完全沒有準備 完全沒有準備 想不到會有一班人 這樣圍著他的車 不斷拍勾他 那你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他沒有準備 你不要害怕他 好了 然後事後發生什麼事 事後我想說 拍打完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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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打完他的車走了之後 他的車應該還在行駛中 他的車還在行駛中 我們都還在街頭叫什麼 我立即就收到電話 我立即收到電話 就是當時他的競選團隊 其中一個人員 我不知道他是競選團隊的 選舉經理 他又不是選舉經理 是 不知道多高級 都是負責這個 一個選舉團隊的 一個統籌的人物 那我不說他的名字 他立即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 他打電話給我 他打電話給我 就說 黃先生 剛才你們沒有人受傷 沒有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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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收了他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說過 這件事出來 但我覺得這個處理手法 是好的 我覺得這個處理手法 是好的 就是 你整件事 整件事我想說 就是由社交媒體 引發一件事 社交媒體當然是 引發反對派出來的 社交媒體當然是 引發一些 玩東西的人出來 結果就引發了一群玩東西的人出來 玩到這樣的地步 玩到圍你 玩到兇狗你 兇到你爬 但在整件事的過程中 第一他肯給我們 第一他沒有造假 第二就是都照叫我們來 一如與其的 玩東西都照叫我們來 玩完東西之後 還要這樣兇狗去拍狗他們 然後還打電話來 迷回 你們那邊有沒有人受傷 沒事吧 最重要是大家平安 安全 大家都是表達意見 沒事了 take care 我覺得整件事的公關是合理的 是 是合理的 那時候當然是選舉期間 我當然不是說梁振英 會做這些事情 起碼在選舉期間 梁振英就找到人 會做這些事情 梁振英起碼找那個人 是合格的 你看看 做了特首之後 找些人不合格的 反而 你看看對比 我為什麼會特意說這件事出來 我做了天子 就斬了 斬了 你明白嗎 我為什麼要特意說整件事 花這麼長篇 去跟大家說那件事的前前後後 當然梁振英是個廢柴 他沒有什麼用 OK 但是其實你作為一個團隊的領袖 看看你身邊的人有沒有用 選舉期間 他都 選舉期間 不是女的那個 有人在問是不是那個女人 不是女的那個 就算那個 不是 還有那個前共青團的大陸女人 不是 不是 不是他 他當時選舉 選完之後才進去 他那個 是不是講陳嚴 是啊 其實選舉期間 他的公關團隊 很明顯是朱東為選舉 去recruit回來去做 也都很明顯是上任之後 就完結了這個合作關係 就沒有繼續留在政府 繼續幫他做這個公關工程 這樣 那 那 那這班人是 就是他 他有一定的 我會感受到他有一定 做公關的能力在這裏 當然他 他老闆這麼差 不是 選舉時那班人比較好 是啊 選舉的時候 除了咪咪那一下 除了什麼 不是有一下叫咪咪的 不是 那個人 那個阿姐 那個是誰 那個是出版界 那個真的沒有辦法 那些 但是其他事情是稱職的 合理說真的 就算我幫你做個選舉工程 我也沒有辦法去幫你 選擇你的朋友 那個朋友 是不是 我沒有辦法幫你選糧粉 我難道叫劉武雄走嗎 可能梁振興也想的 這些做不到 其實這件事很奇怪 你選特首那陣 你要做選舉的人 那班人還是 一班人 起碼跟他做選舉工程 我想梁振興分不到 分不到選舉那班 他不懂選擇吧 我們作為反對派 我們一來就是 說不定是齊心 但是認真地說 在選舉工程 那個選舉工程是不差的 是的 那個選舉工程是 reasonable 他其實是挺西方的 他是碰到某些人 你看到那個選舉 我們經常都會說 選舉前選舉後 完全是兩個樣子 但我們不是說能力 真的是說那個樣子 是的 你那個態度 你選舉有各樣的成立 選舉就很喜歡 選舉當選後就立即便念 但是我想說他的分別就是 他選舉前找那班人 無論做選舉工程齊心的工程 做各樣的大會 什麼 一張摺椅 一本寶 一支筆 然後何喜華跟他在天台 聽的人說話 然後就算是CY茶醉 搞得這麼窩窩 我現在說回當中的過程 的細節給你聽 其實他們的團隊做的事 都是合理的 還有有些時候 我都覺得 都算是做得挺好的 OK 但是一去到當選之後 連這些門面的事情都做錯 是錯的 是錯的 我純粹不是這班人做的 就是 為什麼會更換 我會覺得梁振英沒有變的 為什麼會 我不討論梁振英本身的能力 我會感覺某個程度上 就是 因為那班人做公關的 是商界人物 他入到政府就是官 他就要找重慎的人去做 那就找了馮偉光 那就傻了 其實就應該找重慎的人 不知道結果 可能都未必結果很可 你搞到現在 連開Facebook都開不了 你明白嗎 你對比起選舉的時候 都搞過社交媒體 搞過活動 其實那個活動沒有問題 有所簡單的就是 你整個選舉工程都用同一種橙色 其實就是一些很合理很基本的做法 現在就去到不知道搞什麼 還有就算說CY查序那件事 玩社交媒體 當然你會玩出火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玩出火 其實那個影響也不是太差的 因為我們站在反對派的立場 當然是否老虎也會吵架你 但是那件事都是Mcloys 讓他來講 還有最後的處理也不是太肉酸 因為當時大家都在說 黃楊達來玩東西 結果他就被黃楊達來玩東西 他做出來的效果都是被黃楊達來玩東西 我就看你玩到什麼 然後玩到泊車的那些 玩到打車的那些 就算真的玩到打車 我也會被他們打 就算玩到死 玩到很尷尬 對於一些溫和的人士來講 都可能會對梁振英加分 是的 所以那件事是沒有壞的 但是你想想 就是那個比較奇異的地方 就是說 當日都玩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都算是一個選舉上來講 都做得很好看的地步 今天你想想自己開Facebook都開不了 就算了 什麼什麼事呢 怎麼理到什麼 選舉前看白宮群應 選完之後看House of Cards 就是沒有理由的 怎麼會被你貼什麼 種花 12元買種子 怎麼會被你貼這些 沒有理由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會全換了 又或者純粹是 其實原本來講 就是你選舉期間 都叫找到一群這樣的人來幫你 接著那群人都走了 這樣 是不是這樣 還是 可能只有一個合約 就是做這個選舉 可能那群公關人員都不預算你選到 也沒有想著 藉著梁振英做了之後 但是你都會選的 你都不會選到馮偉剛 那不是 那個地步就沒有人了 所以是不是老殘 還是選舉期間 狗屎撞棍找到這群人 其實我也是 其實根本就是 可能像你所說的 這群人就不懂得分 是不懂得分的 就是一個很模糊的狀態 可能他對一群公關人員 就是 你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穿西裝 也是這樣的人 看來都是搞新聞的事情 都應該差不多 這樣 他未必未必了解到 當中那個層次的分野在哪裡 真的這樣 真的太笨了 真的沒有笨用 這樣是對的 沒有切合 這個笨人真的沒有笨用 你已經作為特首 你的資源應該更多 你的選擇應該會更多 你怎麼知道 選不到 搞到身邊的人 搞到 即是身邊的人 令到他連自己的Facebook 都不懂得用 真是 這個也是奇葩 他不是民建聯參加的 Facebook的 公聯會那些班 因為你看回整件事的歷程 由選舉之前開始 無論是鬥爭的手段 乃至於去到 譬如那時候 還會寫幾本書 寫幾本書 還會講講香港的土地問題 然後 連地產霸權的作者 都懂得拉攏 都懂得拉攏 那個人都是他的朋友 你看各樣的事情 難怪當時 難怪當時 有些人覺得 這個是厲害的 不過是奸 但是 你想想 你現在曾經在選舉期間 說這個是厲害的 但是是奸 你曾經說他厲害的 你多醜 你現在再看看他的樣子 你現在看他 Facebook也不夠適用 我想說是他 你現在蠢也不適用 你現在看他做特首以來 他連一副花壁那張照片 那個樣子 是像選書的樣子 傻的 眼袋那麼大 那麼大 那麼黑 你現在由他當選到現在 他做了各樣東西 走出來講的各樣東西 面對鏡頭 新聞稿 或者做了所謂的正事 無論是正經的事 不正經的事 你都只能夠用蠢字來形容他 而當日選舉 大家是評價 唐英年是蠢一點 不過梁振英就奸 但是厲害 厲害 你老母 可能他只是厲害做選舉工程 可能他才是一個厲害的選舉公關 是嗎 他懂得幫助他選 未必會做 對最後 叫正仲大請他 哈哈哈哈 請梁振英 可能他請他 哈哈哈哈 差不多 這樣很奇怪 好休息一會 回來再繼續